產業移工染疫風暴 指揮中心成立了前進指揮所 和苗栗縣的衛生局 以及當地的醫院一起來合作 台北榮總則是接獲了指揮中心 交付重大的任務 衣服會的執行長王碧勝 他在臉書上面就說明了最新的進度 認為確診的案例會逐漸減少 那他就提到了台北榮總 兩天內就要完成5000人的核酸檢測 並且需要在當天就要得知檢測的結果 那中台灣現在相當的炎熱 團隊是穿著密不透風的隔離衣 和留在台北實驗室的夥伴 一起來合作完成超級任務 另外我們來關注到現在疫情警戒身上三級 剛好滿一個月了 專家就直言 未來無論是快篩或是PCR檢測 很有可能都會是大家生活中的常態 但是政府現在把篩查的責任下放 等於民眾必須要自付成本 抗原一週驗兩次一個月就要1600元 那PCR是更貴 一個月就要6000元 如果篩檢變成常態 這些恐怕都會讓民眾卻步 最後篩檢也沒有辦法連貫下去 台大癌中心的醫師王明俊也表示 未來無論是快篩或是PCR檢測 很有可能將是生活中的常態 可見篩查將是防疫重要的一環 前機關局長蘇一仁也以大陸做舉例 說廣州最近才十多人確診 立刻篩查130萬人 可見廣篩將成為趨勢 而10號指揮中心發布了社區廣篩四大策略 分別為鼓勵社區廣設篩檢站 和協助企業自主快篩 以及導入診所自費快篩等 但專家認為都是鼓勵的性質 沒有強制性根本沒有用 目前企業自主快篩才剛上路 居家自己快篩更是連指引都還沒有出來 指揮中心步調慢慢拍 還有一大問題是把篩查的責任下放 連帶的民眾就必須自付成本 篩檢加碼估算 每個人每週做兩次的抗原檢測 一個月成本一千六百元 每個人每週做一次PCR檢測 一個月就要六千元 篩一兩次就算了 但如果把篩檢變成了常態 這些成本最終都由民眾自付 相信篩檢也無法連貫下去 記者陳健安 王一仲台北報導 現在新冠肺炎的疫情吃緊 不少民眾他們就開始翻馬 找出了半年前購買的酒精 發生上面其實並沒有標示保存期限 那不知道會不會因為過期 就沒有辦法發揮消毒的功效 台灣煙酒公司就指出了 防疫用75%酒精 它並不是酒類產品 而且容器是玻璃瓶 因此不需要標示這個保存期限 基本上純度高的酒精不會變質 並且酒精本身就有殺菌的作用 因此如果是沒有開封過的新品 是不會有過期的問題